好,大家好,这是零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 最近一年,大家几乎很难买到 或者需要这个溢价好几倍才来买到这个显卡 估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显卡为什么这么死贵 而且几乎买不到 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全球疫情的原因 或者说这个显卡都被这个矿老板给抢走了 还是说这个显卡厂上都高价卖给这个挖矿的矿主们 不搭理我们这些凑打游戏的 或者乱检骗子的爱比青年了 我现在可以直接给出一个答案 不是你显示的那么简单的 其实所谓这个显卡厂商 这个概念就比较广泛了 它是像这个英伟达 AMD这种这个金字塔顶部的这个GPU这个厂商 还是说这个移动的这个AIC 这个AIC也就是那些 像英伟达或者这个AMD 买这个核心和显存的颗粒 回来做这个贴牌的这个核心厂商 比如像这个GJR 微星 华硕 蓝宝斯等等 从管一上来讲 他们也可以成为这个显卡厂商 当然这个显卡厂商 也可能被人理解为这个 最终卖显卡给这个消费者的中装代理商 不过都说到这个显卡了 像这个英伟达找这个代工商 生产出来这个GPU 就是这个芯片 显然称不上是显卡 虽然这市面上也有这个英伟达的公版卡 但它产量是非常低的 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它们分得那么清楚 毕竟他们都是一条神山的蚂蚱 只不过这底部的蚂蚱就稍微恶心点而已 其实这个显卡厂商 他是不愿意把这个显卡卖给这个矿工的 原因很简单 挖矿是一个一锤子买卖 毕竟这挖矿 它归根结底 它的投机成分是很高的 供需关系是非常不可靠 而且不稳定的 为了那些飘忽不定的矿工 来得罪一众的玩家 得罪这个长期的一世父母 肯定是不值得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个矿卡都是24小时满载负荷运作的 挖矿下的这个显卡 它的故障率是超高的 这显然对这个保修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虽然我之前出过几期这个挖矿的教程 但那些完全是技术性方向的这个探索类的视频 这些就是我为什么在这视频上 从未所属那种 什么一天帮你赚多少钱的 什么被动收入 躺着你来赚钱的那种傻逼似的 欺骗第一次上的这唬人的标题 晚上那种视频很多 其实我看他都想笑 下面还有一大堆这个美脑子去站那复合 哎呀美女帅哥 谢谢你做我做些大法 这个大好人哪 我觉得这纳闷了 要是这么容易 躺着就来赚钱 为啥他还在这苦哈哈的做视频 教你们怎么躺着赚钱 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明白吗 所以说脑子是个好东西 不要浪费了 你拿自己的一览摊电脑 挖挖玩玩 当中这种体验或者娱乐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指望它给你赚多少钱 据我所知 那些真正靠加密货币发家致富的 是早期的那波大矿工 或者自己本身就有家底 投资加密货币的 说到这个投资加密货币 前几天就遇到一个烂临哭笑不得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群里 有一个人贴出他被骗的这个聊天记录 说是被陌生的人私信拉去 就搞什么投资被骗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 就知道是个扣脚大汉 假装美女 在引诱小弟弟去投资买币 被骗的团团状 还一个精神的谢谢小姐姐 跟你搞暧昧 想做你男朋友之类的傻话 我现在就对这种认头签真的是无语了 如果你真的想投点钱 去改正加密货币 调拨一下生活 那就去一些科普的大平台 比如像这个ByBT交易所 他们在2018年就上线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获得全球300多家 这个主流媒体的认可 这种大平台 至少在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购买这个比特币 以太坊 USDD等加密货币 非常简单 注册账号登录以后 进入这个快捷买币 你就可以按这个金额数量 或者按这个加密货币的数量 来进行一介购买 如果你对这个以太坊挖矿 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直接从这个平台上 购买这个算力来进行挖矿 只需要购买所需的这个算力 就可以使用他们的云端挖矿 来获得以太坊 你不需要购买这个挖矿的硬件设备 或者设置这个防水的挖矿软件的配置 直接租他们这个挖矿的算力就可以了 挖矿的门槛大大降低 更方便也更加安全 他们目前这个云算力 提供这个7天 21天 还有这个42天这个方案 你可以选择这个短期的方案 来提高这个盈利的收益 同时最大程度降低这个价格波动 或者长期市场不可置的风险 而且他们的服务是这个百分百全员可用的 掉线爽失 也是由这个ByBT他们一并承担的 但是这种云瓦矿的数量是有限的 他们从这个6月7号才开始 但是每周一 周三周五的新加坡时间 三五八点都会开放这个论供 有这方面兴趣的 你可以用这个小额资金来尝试一下 当然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不管你是购买的加密货币或者云算力 他们都创成一种投资 只要是投资就有风节 投资需谨慎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量力而行 对了他们在这个6月18号 有一个新用户抽奖活动啊 听说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可以趁早去注册关注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说这个显卡的事情 有的人一定会说 显卡厂商会这么想 谁给钱多 我就卖给谁 同样的产品 卖给打游戏的3000元 他们可能都是嫌贵 但是我卖给这个挖矿的 6000元 他们还得来抢 这还真的不行啊 因为显卡厂商 在这个AMD或者这个英伟达这种核心厂商面前 他们的话语却是非常低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少有显卡厂商 同时出这个AMD卡或者英伟达显卡 即使是有 也是其中一个核心厂商为主的 你打断这个核心厂商的市场计划 那么对不起 我上下就直接结账你的核心供应量 我断你的货 下一代核心 我就不优先供给你 让你的产品延期上限 甚至严重的直接不跟你合作了 对于AMD和英伟达来说 出货给显卡厂商的价格是一定的 他们并不会随着市场快速波动 而大幅的改变 了解供应链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 也就只有这样 才有人敢用的核心啊 稳定的核心供货量 是批量生产显卡的基础啊 你显卡厂商 总是可以 但是你作为这个核心厂商的小弟 你把老大的牌子给搞臭了 那核心厂商还怎么混 还不收拾不死你 不管是AMD还是英伟达 都不可能在这个口碑上 莫难给自己身上抹大便的 同时 到目前为止 这个矿卡也没有这个有效的检测手段 显卡厂商能做的 只能是靠这个提高这个保修门槛 比如不支持个人送保 故意延长这个修保时间 相关法律规定啊 一个月的修不好 必须提供这个代用品 我就卡在29000给你发回去 提高非人为这个爽坏标准 比如规定这个某些零部件爽坏 一律送人为或者挖矿 这些措施对消负者体验来说 影响是极大的 对矿工的影响却不大 有句话叫做恶人比少人更懂法 如果大矿工使用这种游戏显卡来挖矿 矿潮过后 会直接来一波这个换新的 方法就是 淘汰下来这个旧卡 等过几年 不许把这个显卡弄坏 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拿去保修 因为这个游戏卡一般是自保三年的 显卡厂商到那时早就停产这个型号了 只能用这个新的型号的良品 也就是那种修购的 或者是新品来替换 人家保修量又这么大 你又不可能说随便找个理由来弹射过去 在2018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个人一下子保修了 数千上这个显卡 被拒保后 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 最后这个厂商还是败诉了 只能这个折现 赔钱就了事 个人用户也可以弹射 为了一张显卡 谁会起诉你 对不对 但是那些大矿工 他们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资金来赔你号 在法律面前 简单是谁主张谁举证 矿工有产品 有包装 有发票 他能证明是重用这里买的 但是又没什么好的手段 来证明 对方是挖矿爽化的 或者是人为爽化的 如果是找法庭这个认可的建议机构 显卡厂商 这个时候他是被告 他是不能给自己做界定的 就算做了 那么可信度也是非常低的 显然这样的机构是不存在的 那个时候 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 来建议这个具体的爽化原因 所以说2018年以后 这个显卡厂商就学金了 他们会详细进入这个销售渠道 并且不断给这个下级代理商 来施加压力 你现在可以去京东 或者天猫来试一下 不管是什么型号 当你一段时间内 累计购买这个多张显卡以后 那就再也没法下单这个显卡了 其他的渠道也是这样的 供货受到限制 甚至从说 他们有这个钓鱼执法 厂商找人到你的店里 高价这个大量买卡 如果你卖出去了 那法应也不死 所以从这个经济利益角度 就算你很短视 你的利益也是瘦爽的 再来从这个矿工角度来说一说 真正的大矿工 根本不屑于用这个游戏显卡来挖矿的 因为这个游戏显卡太贵了 性价比根本就不高 现在看那个游戏卡 那个长度都可以当把键了 那厚度都可以当汉堡了 还有什么这个智商灯 那可都是钱了 对于那些大矿工 他们一般都从各种渠道 直接动到这个GPU和显存 把它官方的工板 设计改一改 做成这个短小金焊 说你组的这个定制卡 那就是这样的 极其精简 专为这个挖矿还生的 省电高效 说到这个挖矿 专用的这个BIOS 说你比这个游戏卡 至少高这个15%到S% 而且成本只有游戏卡一半 这个显卡上这个HDMI这个接口 其实不是用来这个视频输出的 而是用来这个检测卡 是不是有故障的 当然如果你刷复这个原版的BIOS 也可以做这个视频输出 是不是我说的情况和你看到的不一样 那么既然大矿工 不用这个游戏卡刮矿 那为什么这个卡涨价了呢 甚至是很多卡有价无事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被团起来了 这次不是由这个厂商做的 也不是由核心厂商做的 而是由这个各级代理商和这个黄油做的 今年这个全球疫情 加上这个矿潮 有创犯的理由 那你相信供不应求 卖个矿工不是不难吗 那么就团货 涨价慢慢出了 反正大家都相信这锅是矿工的了 在底上看到了三级 黄油也看到了 他们也开始从这个市面上 通过这个各种渠道来进行扫货 能为制造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现象 当然部分散户小矿工 也交了这个智商税入行 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显卡短缺这种现象 但是能够买这么贵的显卡 入行这小矿工 其实真的不多的 有朋友提到这个2017年到2018年的矿潮时 这个因为他推出这个P104 还有这个P106的这两个矿卡 他们认为这就是厂商 喜欢卖显卡给这个矿工的这个证据 这个P104 还有这个P106 确实是专用的挖矿显卡 相比游戏显卡 他们直接阉割了这个视频输出功能 并且只有这个商业月的质保 但是 这并不表示这个厂商支持挖矿 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既然不能阻止这个游戏显卡 流入到一部分这个矿工手里 为了减少对这个游戏玩家的影响 还有减少这个日后的这个售后的压力 所以他们只好出这个 可及的游戏显卡 有所区别这个矿卡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央的矿卡 自保其只有三个月的原因 而且后来这个显卡厂商 还有这个核心厂商都想明白了 游戏显卡出场就涨涨价 用经济手段来劝诺这个矿工 其实类似的例子 还有这个飞机上的烟灰缸 我们大家都知道 飞机上是不允许吸烟的 但是飞机上 却又在厕所里 配备了这个烟灰缸 你来说这是支持这个吸烟的证据吗 显然不是 而是一种无奈 你不可能做了百分百计烟 万一而是有人吸烟了 有烟灰缸 总比好过他把这个烟头 落泪引起火灾强 另外一个导致这个显卡价格 居高不下 依靠南球的原因 是由于这个全球芯片的供应链不足 这次全球蔓延的疫情 导致这个国际航班大幅度减少 其实这种芯片的运输 它主要是靠这个民航客体的底部货倉 来进行这个国际间的转运的 如果这个全球蔓延的这个疫情 得不到缓解 那么这个显卡就会依然紧俏 不但如此 而且价格方面还会略有涨幅 而且现阶段 这个显卡价格 更多是由这个供应栏来主导的 不过据说 现在各个产商已经开始扩建这个产品线了 期待后续产能能够陆续跟着上吧 现在也只有指望 这个产能加大来缓解了 所以那些得显卡降价小伙伴 还是要持一个平常心态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了 也可能等着等着你就不需要了 现在看看你电脑里 躺着那张老显卡 是不是感觉还可以再张五百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